上新闻版面的南投张信消防员 8号上午买早餐过马路时 被一辆绿灯左转的货车迎面撞上 当场被撞飞四公尺远 造成他内出血肋骨骨折 肺部严重受损 幸好意识清楚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 一名消防员走上班马线 才刚要走到路中间 左边的蓝色货车一个左转弯 消防员当场被撞飞 事件就发生在南投普里 8号上午9点多 这名消防员过马路 准备买完早餐就返回队里 没想到被这辆绿灯左转的货车 拦腰撞上喷飞将近四公尺 造成他内出血肋骨骨折 肺部严重受损 所幸意识清楚 目前住进加护病房 我们的一位同仁 刚好是在路的对面 看到马上冲过去 昨天其实我要放假了 因为听到同仁广播 有Saber有车祸 那我就下来看这样子 然后才发现是我们分对同仁 警方表示货车驾驶没有酒驾 声称是转弯时没有看到消防员 才会撞到他 而这一名被撞的消防员 就是去年从三楼垂降 谈起他告白的张姓消防员 超狂求婚一度要上媒体版面 如今发生意外 许多人都为他加油 记者曾如晨南投报导